各位义工朋友 你好 又是我阿君 今天除了我之外 我還請了一位朋友 他叫Ivan 我們會和大家示範一下領路法的方法 讓大家溫固之身 11月20至25日 就用正確的方法帶回視像人士行動 我上次訓練時也有說過 如果我們在會場見到一位視像人士站著 很久的話 我們可以主動地去問他需要幫忙 和介紹他自己的 就像我這樣做一次 你好 我是義工 你好 你是否等人 還是想去會場 我想去會場 他想去會場 不會去 就問他需要我幫忙 我們要怎樣幫忙 大家見到Ivan 現在右手握著他的帳 即是說他的左手沒有空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右手的手背 輕輕碰一下 Ivan的手背 Ivan就會懂得順著我的手背 找我的手肘捉住 當他捉住我的手肘之後 我開始走之前就會跟他說 Ivan 我們開始走 他就會跟著我走 多安全 除了捉住手肘之外 有些視像朋友都會搭肩膀 搭肩膀 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法 Ivan 對 他就可以這樣跟著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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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我們要走一些很窄的路 怎麼辦呢 現在大家都看到 Ivan和我就是一字排開 如果我們要走一些很窄的路 很簡單 至少要把你的手 這樣屈後 視像朋友就會懂得 由你的手肘 退去捉住你的手腕 變成前後平台 變成前後平台 那這條窄路 只要你過到的話 後面如果不是跟你搭太遠身形 它一樣都可以很輕鬆地穿過 但是不是很容易呢 好了 那開門又怎麼辦呢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開門其實很簡單 我們先按一下按鈕 開了門 那門在我們的右手邊 好啊 那我跟視像朋友說 Ivan到門在我們的右手邊 好啊 右手邊 他就會懂得把你的手肘 轉到門了 好啊 那如果上樓梯 那又怎麼辦呢 非常之簡單 我們只需要去到上樓梯的位 提示一下 我們準備下樓梯了 嗯 他就可以跟著你下樓 上樓 一二一一 再不是我們一個簡單點的方法 就是尾針邊扶手它 它就會知道順著用手 好了,我們接下來會示範如何大視像時坐下 如果它要坐在最近的椅子,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將它放在椅子的椅子上 它就會懂得自己坐下 好,麻煩Ivan再起床 如果我們要坐在裡面的椅子和前面的椅子 就怎樣呢? 很簡單,我們只要讓它摸摸椅子 然後讓它摸摸第一張椅子 然後跟它說 Ivan,麻煩你坐在這裡的第二張椅子 它們會設定自己坐下 很方便很快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大家會記得戴視像人士一個正確的方法 11月20-25日大家做椅子做得開心 提一提大家 都說那件耳工的T-shirt就好像現在這樣 我已經穿在身上 下半身就好像我這樣 其實可以輕便 方便地做事就可以了 除了一件T-shirt之外 我們其實呢 就還有一件紫色的複裤 到時都會拍攝給大家 大家穿著吧 很聰明 一眼就認得出哪些是耳工 哪些不是耳工 啊 大件加大碼 太大了 就是這樣 好的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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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